台股權王 台積電股價重挫 跌破四字頭 寫下兩年多來最低價 美國祭出更嚴厲的半導體出口 中國管制 多重利空襲擊 讓半導體類股首當起衝 包含創意 世新 力旺 M31 連續兩天跌停 美國對中國開刀波及到台場 對於這個科技產業像半導體 像通訊類的話 那麼其實它是兩個因素都會受到影響 第一個當然是全球的景氣 所以最近大家購買手機或電腦的 或者顯示卡的速度都變慢了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 它也會受到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限制 它對於中國大陸像有一些高科技的產品 比如說是14奈米以下的一些半導體的產品 或者一些敏感性的這個通訊產品 美國這回對中國的半導體禁令 要壓制AI人工智慧及高智能運算技術發展 影響IC設計族群 像是擁有大量中國客戶的世新 股價從國慶廉價最高點903塊 跌到現在746塊 世新主要客戶天津飛騰 2021年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 世新暫停對天津飛騰出貨 已經讓年營收減少約25% 這回又受到波及 不只世新 台灣的IC設計產業仰賴中國市場 營收超過50億的公司 中國市場就佔了超過五成 其中中國市場佔八成的就有六家 營收比重是以中國市場為主的 那這些廠商受到的衝擊最大 那當然這些廠商在未來 有兩種因應的措施 第一種就是他實在是切割不了中國市場 那在這種情形下 他只好被迫選邊站 加入中國半導體的供應鏈體系 他就必須慎重考慮 他的整個半導體的製程裡面 或者在他的技術研發裡面 是不是完全沒有用到美國的技術 或者重要的原材料 過去依賴中國市場的廠商 恐怕未來必須積極的開拓 開拓美國歐洲跟亞洲 尤其是東北亞的市場 選擇加入中國隊還是美國隊 是半導體廠商現在被迫面對的難題 但時間倒回到2019年 美中貿易戰後接著開啟的科技戰 美國嚴打中國高科技大廠 華為跟中芯 當時台灣不但沒有受到波及 台積電等台廠受惠於轉單 訂單接不完 在美國中國之間漁翁得利 但這次美國新一波禁令是美國企業 除非獲得政府許可 否則不得出口先進晶片 和相關製造設備到中國 只要是運用美國技術 在別國製造的晶片也將受到規範 限制範圍由晶片擴大至記憶體領域 外媒形容美國要把中國打回石器時代 掀起蝴蝶效應 台廠難逃波及 目前台灣廠商的一些共識 不論是科技類的 或者非科技類的 像剛剛講像機械類的工具機的 那麼汽車的 那麼汽車領主建 我把中國還有美國不會 沒有辦法阻擋的一些市場產品 我還是在中國大陸生產 那麼美國可以阻擋的這個部分 我可能就選擇 另外一個生產基地來生產 那這樣子就會分流 那麼我既得到中國大陸 跟一些新興國家的市場 我又得到美國跟歐洲的市場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法 中國加一正式分流市場 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畢竟總體經濟比預期差 還有其他變數的加成 在短期內會讓半導體景氣更低迷 面對美國對中國的圍堵越來越嚴厲 海嘯鋪向全球半導體產業 夾在中間的台灣 如何在地緣政治新冷戰中 另尋出路成了棘手難題 近新聞林乃娟陳佑斌 採訪報導